肯定想不到我趁着他出门打麻将 把家里的卫生间给拆了 其实我已经忍他很久了 过分接低气的镜子 深袖的吊顶 复古的窗花 还有这个非常人性化的马桶 趁他们不再这样 先简单收拾一下 这用的也太久了 收拾干净以后 终于到了爱善城的拆家环节 有点无从下脚啊 经过快乐的哈士奇行为之后 根据马桶和铃鱼要调整的位置 重新设计了水电 角落这个位置准备利用起来 切出一个壁砍 适当增加一些浴室的收纳空间 然后用石膏板把管道口包起来 挂好网在整体挂上镊子 这样可以把基层整体照平 等它干透之后 就可以开始作为水移了 为了让它表面更加坚固 还要整体刷上两边面漆 把壁开安装上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做吊顶了 至于地面的瓷砖 还是得交给专业师傅 每逢这种活就自己来吧 等我把门安装好后 卫生间的运装部分终于告一段落 现在可以开始布置软装和电器了 新的浴室柜终于装上了 趁这次改造 把爸妈的旧牙刷换了 我特意选了来分新出的电动牙刷礼盒 礼盒很漂亮 配件也很齐全 把它放进嘴里 它自己就能刷 咱们的牙齿是竖着长的 上下扫刷才是正确的 背上超软的尖丝刷毛 能伸入牙缝进行清扫 刷头只要9块9 一个月一换也不心弹 还可以在APP上设置适合自己的档位和刷牙时间 机身一体设计 每次用完拿水一重就干净了 对 拿好一碗 等师傅装上新的浴霸 再换上智能马桶 搭配上奶油缝的花洒套装 最后安装上毛巾架 还记得它原来的样子吗